反服貿學生恭敬國會議場 造成的設備損失到底有多嚴重 先前有媒體引用不同來源的消息 評估金額從幾千萬到上億元都有 不過立法院長王金平 今天公布的正確答案是285萬 這一筆修繕費用 將由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買單 許勝雄表示他自掏腰包 是希望為國家盡一份心意 但是下不為例 他不想看到台灣再亂下去 太陽花學運落幕 立法院議場也隨即進行整修 原本傳出修繕費用高達上億元 但是經立法院估算 包括議場內的地毯 玻璃 橋面油漆 扁額修護 諮詢系統 監視系統 和線路檢修等等費用 估計約新台幣285萬元 全由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買單 因為他從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提起 可能這些學生 他們要退場的話 面臨的問題其中一項就是 會遭受到索賠的問題 他當場就答應所有的事項 他要完全負責起來 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 既然修上費用的問題 已經圓滿解決 立法院將不會對抗議學生 或群眾提起告訴 而這筆錢許勝雄說是他自掏腰包 不會有所謂代位求償 未來並不會跟學生追討 他的出發點就是國家興亡 皮膚有責 但許勝雄說 下不為例 台灣不該再有這樣脫序的現象 他其實不贊同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 也對政治沒有興趣 只希望自己盡一番心力 能降低台灣社會的傷害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今日議會議會議會議説 本件會議會議會議… 字幕 by 上載